针对地区紧急医疗后送 还有安宁返乡医疗专机卫生局说明 在10月19号完成金门县救护航空器驻地背勤计划的招标作业 未来三年将由安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金门驻地 到时候将看履约情况决定是否延长三年 卫生局在今年的10月19号完成决标 金门的空中转诊业务将由得标厂商安捷航空公司 来接续乘坐金门未来三年的空中救护 那么可以再扣充三年 那本评选经过专家学者的评选 由安捷的得标 评选的项目包括了飞机的性能 商变为主的医务计划 还有医疗设备能力的评估 以及公司治理 还有合作厂商的后勤等等 那么本次的标案 非常不容易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因为在第一次上网 在今年六月份上网 那因为厂商没有人来投标而留标 那么这是第二次上网来招标 那么在10月12号完成资格标 那19号来完成决标 卫生局针对医疗专机驻地招标案 由局长出面说明 原承南合约到今年的7月到期 卫生局6月7号首次招标留标之后 在经过第二次的招标评选之后 最终在10月19号绝标 得标的是安捷航空 那过去我们金门的空中专转专业务 由飞特利来乘坐 有四年加上三个月的紧急乘坐 那这过去的表现非常的受到肯定 那未来将由另外一家优秀的厂商 安捷航空来续做 相信会把这项任务做得一样的出色 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金门的后送直升机 航空器打造为飞行的空中救护病房 空中救护型的加护病房 那这项任务我相信未来的厂商会来努力完成 卫生局表示 安捷航空最大的控股公司 是具有关股背景的台翔航太公司 这回希望可以做到全年午休 全时背勤 可以有效的提升紧急后送跟安宁返乡的品质